女主播回到家后坐在镜子面前卸妆 卸完妆简直变了个样 本期里搁带来短片《内而外》 夜深人静小美提包迈入家门 浓妆艳抹的她从事着女主播的工作 长腿细腰性感身材一览无余 刚回到家小美便脱下外衣拉下窗帘 随后断了一杯咖啡坐在镜子前 她一口将咖啡引进 并撩了撩柔顺的头发 自我感觉很是良好 紧接着小美竟开始撕扯脸皮 在一番用力撕拉下 小美的脸蛋和身材发生180度转变 原本腰神窑窍 腹白貌美的她 卸完妆后突然变得格外丑陋 这时小美用熟练的姿势顺手点了根烟 还顺带照了照镜子 脸上的皱纹以及眼睛里的红血丝清晰可见 忽然间一阵敲门声响起 小美赶忙拉开嘴巴 将那幅滑美的皮囊再度展现出来 毕竟虽然人长得丑 但在别人面前总是要保持最好的一面 坏得终究可以变好 丑陋的昆虫 给世间带来反华似锦春光 恰如其分的自爱 就是世界上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若是错过人间的良纯美景 岂不是对生命的浪费 抹去真实的存在 并非正确的选择 那么今天到这里